大家好 我是邓宇文 然后我是游泳选手 我在今年全运会 十公里项目 一千五百公尺自由式 八百公尺自由式 得到金牌 就是三面金牌 然后还有四百公尺自由式 得到银牌 在今年全运会游泳项目 拿下三面金牌和一面银牌的 基隆人邓宇文 是长距离游泳好手 他特别提到这次比赛 面临的最大挑战 因为我擅长的其实是十公里 然后比游泳池项目 其实比较没有把握 但是这是 因为一千五百公尺自由式 是第一天 然后有拿到冠军之后 就对八百字也蛮有信心 对 所以很高兴 因为我在102年的时候 拿过一次八百自由式的金牌 然后时隔好几年 就是终于又可以 在游泳池比赛拿到金牌 我觉得很高兴 邓宇文从中兴国小暖暖国中 和暖暖高中毕业 目前就读国立体育大学 国际体育事务研究所 在市议员陈怡的安排下 议长同志伟特别送上红包 感谢宇文再次为基隆争光 两年前其实也是曾经议员非常重视 所以那时候在这个 我们在全运会售旗的过程中 我开了一张支票说 拿了金牌我就送一只手机 两年前也是宇文拿了金牌 那两年之后呢 我们的全运会他更厉害 拿了三面金牌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用了一个红包来 表示我们的祝福跟感谢 他一个人代表基隆拿了三面金牌 我想市府应该要办一个比这个 受起还要更大的一个感谢仪式 来表扬我们这个邓宇文选手 市议员陈怡也特别送蛋糕给宇文 勉励他一路参赛的辛劳 议长和议员也呼吁市府 能定出一套城市体育扎根计划 来培育体育人才并保障金牌选手 然后当时看到的状况就是 我们橄榄球有一个43岁的陈温彦老师 他也下场在比赛 然后其实看到其实也是感动也是难过 感动的是说43岁了还在场上在那边拼 那很难过的是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体育项目 在我们基隆市已经断成这么严重 所以我应该是要跟市府讲说 要好好的注重我们体育班 各个单向运动的衔接 不然好人才的话都被别的县市给挖走了 真的要培养运动风气 其实是要用政策来规划的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除了去比赛 我们每一个单向项目团队出去 有特别的保障 有防护员有教练等等 有车有住宿都可以安全的回来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他们退役之后 还有提供相关的保障 然后我们把体育班健全三级制 我们每一个单向如果重点发展的项目 都可以培养好三级衔接 就像我最近在篮球推广上面 如果我们国小国中高中都有专任的教练 我们有体育资源又可以企业可以 赞助政府且全力用政策来协助 我相信我们的选手不会外流 篮球很多包含现在名传国中的教练徐伟胜 当初他在名传国中毕业之后 我们高中他就到台北去打HBO 就被挖走了嘛 如果我们有三级建立一个 我们高中的球队他是完整的 我相信徐伟胜也不会被挖走 但到台北去也有更有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竞争力的培养 或是选手的培养 我们除了政策的规划配套以外 我们政府必须大力的鼓吹 也把制度建立好 会是对我们未来体育环境 更好的一种发展方式 透过各界的努力 期盼将来能让基隆培育出的金牌选手 在地就业 为基隆的体育传承贡献心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